4K窄角 4K窄角 就是D視角D 好像變化不是啥大的 應該是利用那個 Wipe的方式 好像是Wipe的方式 或者是隔放的方式 在處理這個 視角變化 並不是很強烈 可能三次要緊在一起比對才會清楚 以上幫大家做了這個 4K一直到 VGA240p的測試 那麼接下來 就要進入到室內以及晚上 來測試它的 白屏盆效果 會不會夠穩定 還有在晚上的依照能力 是不是夠優異 那聲音的部分 已經幫大家測試了 各樣環境下的收音成果 還想在測試什麼呢 丟入果汁 是吧 還是丟入微波爐 看看會不會爛掉 好啦先測試到這裡